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还有你爸,你妈,全部给我,他们的工资全部上交给我 为什么我们一家人的工资都要上交给你啊? 因为我给你们家延续了香火,你们得感谢我,得穷我 延续香火? 对啊 那谁嫁给我,不是延续我家的香火啊 为什么你就比别人特别呢? 我跟你结婚,然后又跟你,又给你生孩子,是不是啊? 我都付出了全部,让你们上交工资不过分啊 还是不过分啊,你看别人家的老婆,给别人生孩子,生了五六个孩子 都不说啥,都没要求管老公的工资啊 你这个人还要管一家人啊,管我爸我妈的都要管我,管我就不错了,还要管我爸妈的 我给他们生孩子了呀,是不是啊? 给他们生孩子? 给你们家延续香火了,是不是啊? 我立功了 那其他人家来还不是要给我家生小孩了呀? 那不一样 咋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你就比别的女人特别吗? 我就特别,我有头脑,我要给回报怎么了? 为什么别人家的媳妇就不这样子嘛,别人家的老婆就不像你这样子嘛 他们那是没有头脑 没有头脑,你有啥头脑啊? 我很清醒啊 啥清醒啊? 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啊? 你这简直就是傻 你不给我管钱就算了,你还说我傻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那小孩没有妈? 我说你这个人啊,动不动的走,动不动的走 有没有想过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和谐的家吗? 你想要这样,你就什么都听我的呀 不然你爸妈要工资给我,还有你的工资 以后要做什么都得来我这里拿钱 我爸妈的工资是不可能给你的 我的工资呢,给你呢是可以,但是还是要看你的表现呢 你爸妈为什么不能给我? 以后养老人是不是我们给养的? 没有我的一句 他们是不是就得自己在那里啊?不能来跟我们住啊 他们现在对我好,我以后也会对他们好 那我爸妈他们自己挣钱那么辛辛苦苦上班赚来的钱 为什么非得要给你管啊? 那挣钱是为了啥呀?还不是为了他的儿子是不是啊? 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啊 那他们也要自己用钱啊 要我好了,你们家才能好 他们要用钱,他们来问我要啊 他们的辛苦钱啊,你没资格管,我告诉你 我说你啊 你没资格管我爸妈的钱 我要这样子在他们面前说他们都会同意耶 就你问题多得很 哪会同意啊? 他们上班啊,每天早出晚归的啊 辛辛苦苦的啊,就挣那点钱,你还想管 那我生孩子也很痛苦的好不好 我十月怀胎很不容易,然后再跑妇产 是不是?比他们还难呢,我还经历了生死呢 你别总说啊,小孩小孩,我家的我家的,啥香火香火的 那本来就是你家的啊,跟你家姓的啊 那小孩明明就是我们俩的小孩啊 是我们的女儿儿子嘛 搞得跟我爸妈拉进来干啥啊 那他们是爷爷奶奶吧,对啊 那他们要点钱怎么了?不出钱就得出力 哦,那你爸妈妈妈他们也是,他的外公外婆吧 你管我爸妈干什么?怎么扯到我爸妈的身上了? 那他们身上也,他身上也流淌了有你家的血脉啊 我是嫁来你家,他又不跟我家姓 那我现在让他跟你家姓勤了吧 你也拿钱给我吧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礼啊你 无礼,我说是你无礼啊 我现在就说,我哪里无礼啊 如果你想管钱,那我就随便让小孩跟你家姓也行 你也拿钱来给我吧 你爸妈的钱也拿来给我啊 你家就你这个儿子是不是啊? 哎,你别管我几个儿子不儿子的 小孩跟你家姓有无所谓的 什么小孩跟我家姓?我家已经有我弟了 他以后会自己生小孩 没事,都跟你姓吧,跟你家姓吧 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样子你爸妈同意吗? 就跟你,同意,同意,只要你不管钱 他们不同意,我都替他们同意 钱重要还是孙子重要? 我代表他们同意 我看你就是脑子进水了你 难道小孩跟你家姓呢?就不是他们孙子的吗? 对啊 那就让他姓吧 反正你想让姓就姓吧 我不这样想啊,我要的是工资 那啥工资啊,反正呢 你要这么搞的话,就让小孩跟你家姓 然后我也拿你家的工资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这样,我真的走了啊 走啥走啊,那我会走啊 我小孩丢给你,我走了,我不管了 我小孩丢给你,我也不管了 这是跟你家姓? 我真的是,如果你非得要管我家的钱的话 只能小孩跟你家姓 然后我也管你家的钱啊,就这么简单